C'm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浪漫してよ 恋する孤充孤季 未来がそんな悪くないよ Hey, hey, hey こんにちは,シュリンです 我们今天来看第十五课 首先,声词表一和声词表二 第一个单词 呀,这就是一种打招呼的语气词 呀,那我们来看一下打招呼还有什么样的语气词 还有yo,那么呀和yo呢都主要是男性用语 我们很少能见到女孩子说呀,yo的 那yo呢可能更加随意一点 朋友间的这种 比如说呀,久しぶり 哎呀,好久不见了这种感觉 然后关系特别好的男孩子见面 可能就一个yo就行了 我们再看 yo, Takeshi相変わらず元気だね 哎呀,你还是老样子 这么的有精神 yo 那我们看一下女孩子用什么 女孩子打招呼可能不会说打招呼的时候带语气词 但女孩子呢有这样的语气词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ね,ね,一下或者是ね,ね,着急一点的ね,ね 这个时候呢,这种感觉就是想要引起对方的注意的时候 或者希望对方听我说的时候 ね,ね,ね,我们看用于提议女性较为常用 比如说,ね,話は後にして早く料理を頼みましょうよ 就提醒一下对方 哎呀,我说 就这种感觉 先别说话了 咱们快点点菜吧 我们看两个的 ね,ね,聞いてよ 这个就是特别的急 特别的督促对方 你听我说嘛 喂喂,你听我说嘛 ね,ね,聞いてよ 提醒对方 然后呢,让对方关注的时候 我们会用ね,女性用语 那么这里面呢,给大家也插入一段视频 是这个Doctor X的里面的一段 就是当这个记者呀 发现这个医院的这个黑幕了 想来威胁他们 就说我准备要揭发你们了 然后大家都慌了 我们注意听 里面呢,有男的和女的都说到了这个ね 大家来体会一下 其实这两个ね呢 是不一样意思的 我们先听一遍 第2弹はなぜこのような不症状が起きたのか 大学病院は腐ったいない精神にスルトクメスをやすい ちょ、ちょ、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お話し、お話しをいたしましょうよ ね、ね ね 不寿司の意味 はい 我们听到那个女士 他在说的是 ね、ね 这个是希望他听我说 就你听我解释 给我一个机会 就不想让他揭穿 是不是 所以他是ね、ね 这里是专门属于女性用语的 希望对方能够关注 就是唤起对方的关注 而我们看这个记者 他这个时候跟院长说的时候 ね、他只是一个ね ね、不是ね、ね、是ね 那这个是我们初期学的 ね、是表示确认 确认 说对吧 是这样的吧 好 我们再回过来啊 我们再看还有哪些语气词啊 比如说这个 yoshi yoshi 这个也是主要为男性用语 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这个 yoshi的说法了啊 就也是用于比如说像当场进行确认 嗯 好吧 就这样吧 行吧 这种语感啊 或者是这种自言自语的 就没有人在场的 我们也听过那种yoshi 嗯 行 好 或者根本不用翻译出来啊 就是自己开始决定干嘛的时候 会带一个yoshi 嗯 比如说 yoshi がんばろ 啊 当场的 嗯 行 下定决心了 那努力吧 加油吧 也可以自己跟自己说 那我要努力了 嗯 好 这是第一组的啊 我们来讲一些啊 语气啊 下来我们看一个单词 ちっとも ちっとも 是比较口语的这样的说法啊 表示一点也不好不 那么我们根据他的意思也就知道 他后面是接否定形式的 ちっとも何々ない 啊 はなしことば 稍微口语一点的表达方式 那么 ちっとも 稍微正式一点可以说 すこしも 啊 すこしも 所以就等于 すこしも 何々ない 那我们再想一想 我们表示完全否定的啊 还有 全然ない 这个是最熟悉的啊 全然何々ない 嗯 还有 全面否定的 完全不 我们来看几个例句 第一个 ちっとも顾を見せない 顾を見せる 那这个就是 那这个就是 完全不露面 完全不见我 都可以 嗯 はい 次 少しも効果がない 一点效果都没有 完全没有效果 続いて そんなことは全然知らない 那样的事我 全然不知 完全不知道 カレとは全く何の関係もない 撇干净 我和他呢 没有任何关系 嘿 这是完全否定的 四组 好 下一个单词 それはそうと それはそうと 比较随意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转换话题用的 朋友间 聊天啊 的时候 换一个话题 それはそうと 我们看一看 能够转换话题的词 首先就是 それはそうと 話し言葉 比较随意的口语 那稍微 场合想正式一点 我们还可以用 ところで 转换一个话题 那么 转换话题的 还有 サテ 不过サテ呢 一般是转入 另一个正题 或者是 引入我 我们准备说的 这个正题当中 サテ 还有 あそうだ 这个也是转换话题 但他往往用于 突然想到 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あそうだ 也是比较随便的 口语方式 好 我们看一下 それはそうと的例句 比如说 正在聊 其他的事情 然后转 话锋一转 それはそうと 商壞の話を 始めましょうか 他说 对了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说生意上的事吧 好 下一个单词 结尾的 何々にまい あにま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意思 有这样的一个词 いちにんまい いちにんまい 那么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分数 那就是 一人份 いちにんまい 比如说 也就够格的人 一个真正的人 或者是长大成人 或者是独当一面 等等 都行 比如说 困った部下を 一人前に育てる 我把这个让人头疼的部下 培养成了 可以独当一面的志愿 独当一面 这里 続いて 娘もやがて いちにんまいの女になる 这个就属于 长大成人 女儿呢 不久也将 长大成人 成为一个女人 那我们看 有いちにんまい 那我们还可以说 はんにんまい はんにんまい 我们看一下 那按照刚才 いちにんまい的对应 那么第一个 也可以指的 就是半人份 一人份的一半 はんにんまいのりょう 就是半人份的量 那么对应的 一人份 いちにんまい的 抽象液的用法 はんにんまい也有 我们说 いちにんまい 就是你能独当一面了 那はんにんまい呢 你当不了 你不够格 所以它就是 位数半调子 这种 不是一个褒语词 比如说 仕事ははんにんまいでも 口はいちにんまいだ 这里はんにんまい 和いちにんまい 都有了 那说 就是 其实就工作 做得不像样 半调子 嘴巴倒是说的 像那么回事似的 就是说 不干活 光说嘴 这种语气 仕事ははんにんまい でも 口はいちにんまいだ 那其实呢 我们说 にんまい 然后说 真的说 分数的 はんにんまい いちにんまい にんまい さんにんまい 我们都可以 这里面 专门 举出来了 いちにんまい 和はんにんまい 是因为 它们两个 有更深層的用法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 那么这是 生词表1的 重点单词 下来我们接着 看生词表2 第一个 わりかん わりかん 就是 现在我们说的 AA制 分摊 费用的军摊 这个意思 那说到了 什么时候 费用军摊呢 那就是我们要 算账的时候 对不对 结账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能会 选择费用军摊 那我们先看一下 表示结账 算账的说法 首先 かいげ かいげ 就是一种 结账 还可以说 かんじょう かんじょう 说的是 就是比较 大众化的 就是账单 或者是 结账 かんじょう 那么有一些店里面 也说 あいそ あいそ おあいそ 但是它其实 不是非常有礼貌的 一种表达方式 现在用的人 比较多了 那店主也觉得 没什么 但实际上 这是对店主来说 对于店主 是比较失礼的 因为这个原来 あいそ 是店主对客人的 一种自签 就是说 何のおあいそ のないお店 でごめんなさい 等等 就是我们招呼不周 不好意思 慢慢的 如果变成客人来说 あいそ的话 那就感觉再说 你招呼不周了 实际上不太礼貌 不过现在呢 没有那么多讲究 也在用 但大家稍微注意点 就是比如说 谈生意的时候 你跟客户 吃饭的时候 你不要说 跟老板喊一声 あいそ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也稍微 注意一下场合 如果说这个店的老板 人家年龄是很大的 比如说长者 也最好尽量避免 跟人家说あいそ 稍微注意一些 かんじょうかいけ 都可以 那我们下来看一下例句 さけのかんじょうはわりかんだ 就是我们酒的酒钱 酒钱我们AA制 分摊 続いて 部屋台は4人でわりかんにした 那可能是我们4个人合租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房租呢 由4个人来均摊 分摊的意思 好 下一个单词 おごる おごる是自他动词 我们来看看它的意思 第一个意思呢 主要是自动词的意思 是奢侈奢华 奢侈奢华的意思 贼沢になる 比如说 おごったせいかつをしている 我们看 过着非常奢侈奢华的生活 おごったせいかつ 続いて かのじょうはくちがおごっている 嘴巴很奢侈奢华 就是说 口味很高 或者说 这个 讲究吃 嘴很雕 这种意思 くちがおごっている 那么第二个意思呢 主要是他动词的意思 ごちそうする 请客 做动的意思 比如说 先輩におごってもらった 前辈 请我吃了饭 下一个单词 くちべに 口紅 那我们来补充一些 外来语 外来语小单词 都是跟口紅 要唇彩相关的 那比如说 我们就说 用的这种 就固態的唇膏 就叫唇膏 或者口紅的 外来语可以说 lipstick lipstick 就是 对应的英语单词 可以一起来记 那我们现在也有 用这种 不是固態的 这种唇彩 类的褶梨状的这种 润唇褶梨 或者唇彩 叫lipgloss lipgloss 对应的英语单词 可以结合一起 那既然我们讲了 くちべに 我们跟大家补充一些 相关的 彩妆 化妆品 比如说 粉底 这是最基础的 这个彩妆 叫foundation foundation 粉底 比如说腮红 cheek color cheek color 彩虹 下来 眉笔 eyebrow eyebrow 眉笔 眼影 eye shadow eye shadow 眼线笔 eye liner 那eye eye 都是跟眼睛有关的了 还有睫毛膏 mascara mascara 补充一些 这基本上用上这些 已经能画一个 比较合适出门的弹章了 好 下一个单词 ホラ 是这个电影的一种类别 恐怖片 惊悚片 我们都知道呀 这个日本的恐怖片 惊悚片 真的是能够让人 看完之后 可能得抑郁症 得好久的 非常恐怖的 这一点 那我们讲到了 ホラ 跟大家讲一讲 日语中 这个说这个 映画のジャンル 电影的类别 都有什么 用日语来说 像第一个就是 ホラ映画 恐怖片 suspense映画 suspense映画 就是我们说 悬疑片 这一部 告白 就是悬疑片 次 fantasy映画 科幻片 fantasy映画 这个海报呢 是林瀾瑶主演的 这个机器人女友 不知道大家没有看过 科幻片 还有次 文芸映画 文艺片 文艺电影 挪威的森林 下来 comedy 伤心的时候 开心的时候 都可以看的 喜剧 comedy 橘子郎的夏天 这个海报 还有次 action映画 动作片 action action映画 儿童电影 以前的这种思维意识 就是动漫 什么的 不过我们也学过 这个课文了 日本的动漫 大人小孩 都可以看的 也不是专制 儿童电影了 还有次 時代激 就是古装剧 时代剧 当然还有恋爱 恋爱剧 感情剧 等等 好 那么以上是 生字表一和 生字表二的 重点单词 下来我们一起 回顾一边 生字表 生字表一 こっち や ちっとも それはそうと ね おすすめ 水炊き 鶏肉 温まる よし 盛り合わせ タコ 豆腐 大根 カクテル フランス料理 そうだな 人前 生字表二 语法语表达 金園石 焼きそば チャーハン 会計 割り勘 おもる そっち あっち どっち ねえねえ よ 虎 少しも 商売 口紅 鍋 鍋 鍋 羊 しゃぶしゃぶ またお越しください トウテン トウテン ヒツジニク ホラー レツ 窓口 描き直す 体にいい 好 那么这一集重点 ちっとも 割り勘 还有 おごる 希望大家好好的来 ベタンス はい じゃあこれで終わります 1 2 3 2 2 2 3 3 2 3 2 3